傅同文让沈溪过年后再走 留个念想 可从那天起 除了谭庆相时常回来去三爷用的衣裳 用具和书籍 他都不再露面 他给安排了乡访 沈溪不想去 他在书房的榻上睡 这里有他往日看的报纸和书 英文的 日文的 还有中文的 书桌角落里一个蓝色墨水瓶 用到要干了还没坏 沈溪趴在书桌上 盯着那墨水瓶子 了解到 傅同文还是个节俭的人 有一夜坐到天明 把傅同文书架最底下的那一层大公报都翻看完 发现自己寄给他的信 被放在大公报底下 用一根根绳子捆扎好了 标注是沈溪 纽约 还有一些别人的来信 也都原样捆扎好 标注姓名和身处的城市 沈溪蹲在书架和墙夹在一起的角落里 看那些陌生的名字和来信 旁人的来信总和都不及他一人的 那时 自己对他来说 只是一个远在海外的中粮之后 沈小姐 你要坐也要在身下垫一垫 丫鬟贴了取暖的火盆进来 沈溪带着一本傅同文的读书笔记去踏边 脱衣钻进了棉被里 这院子里的丫鬟小丝 往日都见过沈小姐和三爷是如何要好的 如今 再看三爷 自从脱空后 广河楼和陕西巷石花馆三处为家 再不回这院子 昔日花好月圆 恩爱两不一夜 如今是浓情转淡 朝露七合啊 有个读过两本书的小司下了定论 在年三十这晚 小五爷披星戴月地赶回京 先来探望傅同文 一进门 只见到沈溪撑着下巴 呆坐在书桌旁 面前是几叠小菜 见不到过年的气氛 沈溪直快 剥了剥菜 面前的人叫了自己一声 嫂子 恍惚抬眼 小五爷肩上还有雪 下雪了 沈溪听到自己问 小五爷局促地问候了两句 不敢深问沈溪 告辞后 在院子里询问丫鬟原委 他问时 沈溪正坐在窗盘 隐约听了会儿 小五爷是个没经过恋爱的 但也晓得他三哥是个薄姓人 长须短叹半赏 三哥啊三哥 七情六欲 九色财气 他还是走不出 再道不出别的话 寻常人都是站在窗外 听墙根 水姬却在窗内 听外头的人说话 水姬打不起精神 又躺到棉被里 脸挨到枕头上 人迷糊着睡了 可因为心里存着 傅同文会回来的猜想 睡得极痛苦 在梦里 把从小到大梦了一遍 二十几年故梦尽 头疼欲裂 去看落地时钟 滴滴答答 走了三小时而已 水姬喘了口气 披着衣裳坐直 从没当着下人哭 可大年夜 思乡情重 思君 情更重 书桌边 就是他来时带的皮箱子 收整好了 衣裙里夹着信封 放着支票 上头有傅同文的签字 谭庆相前几日给他的 同文知道你不乐意收 你留着应急用 过两年有了自己的急需 再给他寄回来 谭庆相是要劝他留防身钱 自己知道这是好意 把支票夹在了书里 水姬糊里糊涂地看了钟表 又走了十分钟 快要天亮了 既然睡不着 索性起床 换了明天要出门的衣裙 最后坐在了傅同文的书桌前 从抽屉里翻出了信纸 一字一句地给傅同文留了封信 信到收尾 刚笔收好 再看了会儿那蓝色墨水瓶子 这几日看多了 到有感情了 于是悄悄用信纸裹起来 放进了箱子 刚把箱子上了锁 帘子外有人扣了门框 醒着呢 是谭庆相 傅同文也回来了 他终究是来送自己的吗 沈夕匆忙立身 快进来 几日没吃好睡好 人猛起身 眼前晃了白影过去 沈夕扶住书桌 微微喘了口气 谭庆相近来 皮鞋上和身上也都是血 看沈夕脸色发红着 走到他面前 从那双水样的眼里 看到的都是失望 只有你一个回来了吗 沈夕见外头没想动 心直坠下去 是 不过我来 是要和你说句不该说的话 带你去个不该去的地方 沈夕不懂 他这些日子都病着 不想让你知道 于是住在了石花馆里 但我明白你们两个 不见这一面 留在心里的遗憾太大了 谭庆相压着声音说 我带你去石花馆 用为一位小姐看病的借口去 妇科病 我不方便看 她又不想去医院 你临走前算是帮我私人一个忙 去给她检查一下 她接着说 这借口不高明 可把你带过去了 童文也不好说什么 谭庆相是过来人 在做自己认为对的事 水溪背后倚着书桌 猴头一阵阵发紧 坠落到十八层地狱下边的心 又像被一双手打捞起来 扔进了油锅里间 人难受起来 不光是胃里的感受 手脚身体也会不得劲 谭庆相敲她脸红得不自然 你该不会是也病了吧 沈夕摇头 不会 她身体好得很 要做医生的人 怎能不锻炼 读书时 她除了死读书就是跑步 感冒都少见 这短短日子里 从小年夜后到今日 吃不下睡不着 失恋状态里的女孩子 是看到什么 都能想到对方 折磨心肝脾肺 血线在脸上 憔悴了很多 你等我十分钟 沈夕说 马上要天亮了 从现在算起 没多少时间见面 沈夕当着谭庆相的面 用最快速度 将自己梳妆打扮妥当 谭庆相嘱咐万安 悄悄把沈小姐的行李箱 带出去 沈夕跟随她出去 对丫鬟说的 就是要给三爷的 一位女性朋友诊病 沈夕从医这件事 院子里的下人们都清楚 只是唏嘘 大年夜难得被三爷叫出去 还是为了别的女人 黎明前 腌织相是最静的 平日里热闹的烟花柳相 在大年夜 本就客人少 又是年初一的早晨 黄包车夫也要合家团圆 不急着出工 此时天色露白 没有车 只有深浅不一的车者 黄包车的 轿车的 大多都被雪妇盖住了 凸显他们这辆轿车 压出来的痕迹 有个丫鬟在垂花门内候着 见人来了 把他们带入厢房 这个院子 这个厢房 他来过 再见人 果然是那个小苏珊 小苏珊在喝茶 见到他们两个 脸上一闪笑容 谭庆相把沈希让到身前 沈小姐 那个是舒庆 小苏珊是义名 苏庆是本名 见过的 苏庆问 你们西医诊病 要多久啊 你留在我这里 让庆相去应对三爷 半小时 检查的话最多了 沈希说 那就半小时吧 也好叫三爷起来了 苏庆对谭庆相说 谭庆相和苏庆 温声道谢 我去叫 嗯 苏庆微笑 谭庆相这个人 初识是寡言书生 相处久了 才能体会他的刻薄和清高 可在此时 他却像被驯服的男人 沈希记起 傅同文说的 那个让谭庆相 名于心的人 再看苏庆 又想到他对傅二爷 也如此柔弱有礼 怎么 是有人在你面前 提到过我吗 他这里 是往来无白丁 每日面对政客要员 才子书生 和各路将军 最善揣夺人意 沈希坦白 是有点好奇 想到三爷说过的 谭先生过往的情感生活 苏庆笑一笑 算是承认 同串 苏庆停一停 改口说 我认识三爷 四爷时 要比谭庆相 早几年 凡有人提到 傅同串的事 沈希都会保持沉默 这已经是本能 苏庆见他不语 自觉无趣地笑着 给自己打圆场 早年的三爷和四爷 在北京城 那可真是 王孙走马 长秋末 他迷恋 少年游 苏庆 未说尽的后半截是 四嫩书狂 废人居管 争似 不风流 一首词念得吞吞吐吐吐的 不像青楼鸣记会做的事 像是闺房里的密谈 谈着彼此的意中人 沈希从他的词句里 隐约看到点什么 又觉得这首词 过去也听谁说过 可他和傅同文分别在即 心神分离 含含糊糊地说 谭先生是个好人 干巴巴的 没个修辞 没个例证 硬生生把话转到了谭庆相身上 苏庆辉 天底下最好的人就是他了 两人再无话说 半小时后 谭庆相入屋 要带沈希去东厢房 被苏庆拦住 让丫鬟带过去吧 你过去 万一三爷留你下来 三人在一个屋里 你还怎么让他们说提起话啊 谭庆相被问住 苏庆又说 才刚天亮 还能在我这里睡一会儿 我自己去吧 沈希盲说 四四方方的院子 哪里是东 他认的 谭庆相也是不想打扰他们 没抢行跟着他 留在了苏庆的屋子里 沈希离开 丫鬟早就备好了热毛巾 谭庆相草草擦了手和脸 苏庆低头 在那挤袄 谭庆相挡他的手 不睡了 沈希不便多留 去了院子里 略微望了望四周 对面厢房外 有个伙计在朝他招手 他过去了 伙计倒不多话 把帘子打开 沈希迟出着 被伙计疑惑的目光敲醒 迈入门槛 墙角有个铜柱的香壳 和一个小铜盘香炉 摆在一处 便晓得是诗中 这里果然来的都是达官贵人 玩的也是古旧老派的东西 屋里的灯未灭 电灯的光在白昼里 如此多余又苍白 傅同文仰靠在太师仪里 只管把一本打开的书 轻轻地往自己鼻梁上拍 萧然意愿 在帘子放下时 傅同文望过来 原本要留你过年的 没想到忙到这时候 要对你说句抱歉 沈希配合她作假 没什么 你一贯很忙 我早习以为常了 傅同文笑 庆相方才和我说 你要为苏庆诊病 我才晓得你还懂妇科 沈希答 在人际实习时 我会被要求科室轮转 普通的检查都能应付 傅同文一笑 将书倒扣在茶几上 人披着衣裳下了地 踏了着拖鞋走来 沈希从口袋里摸出来一张折好的信纸 我走后 你再看 傅同文接了 搁在窗边 好 你走了 我就看 离得近了 能闻到傅同文身上沐浴过的味道 她刚刚洗了澡 换过衣裳 衬衫的袖口扭扣 还没来得及系好 发烧是干了 仔细看头发还微湿着 男人就是这点占便宜 头发干得快 妆也妆得逼真 沈希像能看到 傅同文听说她被带来了 难免要胸弹庆相两句 随即下床 让人准备沐浴 烫衬衫 只为让沈希闻不到酒病的药味 以清俊和干净的面容相对 这一走 再见不知是何时 她说 方便的话 可以给我写信 像过去一样 嗯 其实 要嘱咐你的话 和在广州时没大分别 我不会回信给你 信上 也不要留你的住址 外头想要我命的人很多 把过去的事 全藏在心里头 还有 不要对人说自己的身世 确实都是在广州的原话 不过 又加了两句 日后 无论发生什么 凡和沈家有关的 先要来问问我 你记住 我是你最该信的人 这一点 沈希从不怀疑 两人都静着 沈希盯着她衬衫最上边的纽扣 看了会儿 发现 傅同文在解自己的纽扣 每回都这样 她要亲自己 都要先做这个 是为了透气 也为活动方便 沈希漠不作声 伸出手去替她解 也因为这个举动 摸到傅同文的皮肤很烫 正烧着 还要沉起洗澡 谭先生和她一定已经为此吵过了 结果 显而已见 傅同文占了上风 沈希手指的温度 在傅同文镜旁 忽远忽近 有酒就好了 送别 要有酒才好 傅同文低声说 双手按在沈希的双臂旁 在一刹失绳后 低头吻上了她的嘴唇 明明知道这样 会让沈希知道自己在病着 还是没控制住 她人在病着 昏沉着 咬沈希的力气重了 自己察觉了 喘了口气 将她放开 沈希眼睛通红地望着她 刚要开口 傅同文又低头 再次亲上了她 她这一生 要说是风流快活 只在少年时 青山薄姓少年郎 想着颇天的富贵 读着圣贤的书 后来 和同串刘扬 处处被外国人瞧不起 也还是坚持读了下来 刘扬归来 个人前程似锦 家国前路黑暗 傅同文就再没一日 做到真正的快活 她烧得意识低迷 却还在亲着沈希 直到两手 从她的肩 挪到她的脸上 摸到沈希的脸 才发现自己的手 真的烫得可怕 离开沈希的嘴唇 脸挨着她的脸 半上低语 三哥有句话 是真的 身负伤和 心负轻 沈希眼泪 夺眶而出 我知道 我知道 傅同文在告诉她 她没有错爱她 沈希抹掉眼泪 没来得及再擦 嘴唇又被傅同文吻住 这是第三次在吻她 沈希只觉得天塌了下来 耳边轰隆巨响 眼前全黑着 身体里的全部血液 像奔涌的洪流 东流的湿水 毫不留情地 冲刷过她的身体 过去日夜 点滴分秒 都是被洪流卷过的泥沙 水能过去 可沙土 全都留在了骨头缝里 永难逝去 傅同文舍不得自己 他没有说 可这一吻 又一吻 是把她的心事 全说尽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